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号视频聚焦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精心打造了全新公众号洛城焦点 每天为大家推送最新洛杉矶当地新闻资讯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洛城焦点公众号 截至当地时间5月21日 加州新冠确诊病例纵人数已达86197例 死亡病例达3542例 居家隔离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阻断传播的方式 但却有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 也成为了遏制新冠传播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他们就是流浪者 为解决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问题 在3月,加州州长宣布了门市计划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酒店和汽车旅馆作为隔离场所 但这项计划却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在当地时间5月16日 有民众在蒙市组车队游行抗议门市计划 车队同盟逝世政府出发 经过林肯酒店和小台北客栈明暗喇叭 这两个酒店均参与了政府的门市计划 但作为能够有效控制无家可归者 潜在传播风险的计划 这项计划究竟利弊如何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是目前要解决homeless的问题 是有这个必要的 因为毕竟现在加州在一共有15万的homeless游民 这些游民的话如果是不安置好 往往会成为疫病的温床 可能会传染的 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在疫情在3月16号 这个已经是马上要采取行动 是两组人一组的话 就是游民怎么解决 另外一个的话 老人的中心养老院 这个部分的安全 这方面的这两个是最容易 这个受到受到影响的 当然这个我们就像在4年以前 我们通过了这个HH这个法案 我们也同意加税 所以政府的话来解决游民的问题 但是游民在我们的洛杉基地区 已经有超过近6万人了 但是还回不了 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 We are not in my backyard 什么地方都可以 但是不要在我后院就可以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在目前已经是没有任何方法 能够解决游民了 因为在紧急时代 只能是采取紧急的行动了 我觉得作为酒店的业者 当然你每一天门一开起来 有许多账单要付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而且旅馆的费用真的是很大 那尤其现在几乎这个航空业 都被封锁起来 那这个旅客也都没有 当然正在这个旅馆业者的一个立场 他是需要收入的 那这个政府有需要 那他也需要收入 那两者叫做什么 就一拍即合嘛 那只是那个关键是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也是旅馆的业主 我觉得是这样子 毕竟你在旅馆你的旁边 你还是有你的邻居 跟你周遭的人 那你看你从建筑的角度来看 你盖一个东西 你都需要经过公厅会 为什么要经过公厅会 你盖的东西 毕竟这个通不通过 或者是说游民收不收 那可能是短暂的 或者是说只是一段时间的 可是就长期而言 整个社区的一个价值 也就是你的邻居 你也就他们都有物业 那会不会影响到 他房子的物业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这边更讲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那这么多的可能性的感染源 每天都在你的家门口出入 对 会不会又有另外一种的损失的存在 那更 当然我相信有更多人 他所在乎的是一个形象上的问题 我这边是游民收容所 这句话 我们从房地产的 从房地产的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 当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游民的一个收容所的时候 你这附近的房价肯定是会往下跌的 对 那更不用讲说在林肯酒店 如果大家对这个 Montry Park还有点概念的话 林肯酒店那个地方是很热闹的 旁边的房子可是非常昂贵的 那今天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形象 而让他们物业的价值降低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非对错 真的是叫做各有所见 但我的看法是应该要公开透明 至少你要经过一个讨论 那收容游民而导致这么多的人 开车去抗议 那更不用讲说 不管是短期或者是长期 他所引起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有的时候应该要往一个 比较更偏僻的地方 或者是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多争议的地方 实际上这样的酒店是很多的 那为什么要挑战一个这么热闹的地方 这么聚集的地方 那而且这两家酒店的业主又都是华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有需要好好在商榷的地方 针对这项门市计划 除盟市外其他的城市又有何种反应 不单只在盟市 而且说现在在圣盖某谷 涉及到所有这些 门市计划的酒店的城市 总共有七个 所有这些城市都是被 所有的城市都是被很晚之后 才被告知说 原来县政府已经跟酒店直接签了约 我们在这里有这个酒店 要在这里问 民众跟那个市议会都不知情 所以事后是民众跟市议会的议员 都非常的老火 有一些游行也是市议会 有参加市议会的成员直接参加了 但是在盟市有一个更加奇怪的一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郑明盟市市议会一早就对这个事情是知道了 但是直到5月8号 当天他们才发公告 正式通知盟市的市民 我们这里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事 但其实早在4月8号 第一批游民已经入住了小台北客栈 也就是说盟市的市议会 把这个事情隐瞒了一个月 才告诉市民 所以我就说在这一方面 很难说他们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一个知情权 现在对于这些 特别是对于盟市的市民来说 知情权完全得不到保证 且不要说那天来参加议会 那天来参加抗议的那些市民 是看到各大中文媒体的报道 之后才知道这个事 我那天还在示威的当天 我还去酒店对面 问了两户那个华人的家庭 有第一户的一位女士 她拿着相机出来 拿着手机出来拍照 不知道发生 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 她反过来问我 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问另外 旁边就酒店对面的 另外一户华人 她直接就跟我说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对他们正对着 他们的房子就正对着 酒店的门口 所以我就说 在这件事上 至少有一点 是做得非常不足 就是大众的知情权 是完全没有得到照顾 很多民众对于门市计划 执行的一个非常大的不满因素 便是程序上的不透明 那么在这项计划的 执行过程中 是否真的存在纰漏 所有这类案件 最后裁判的权力 都是在一个人手上 就是David Carter 联邦法官 这个联邦法官 他对所有这些流浪汉 他是非常同情的 所以你不管 Slaguna Hill告进去 马上撤回来 以后 这个拉米拉的 很多地方 曾经的话 仍因为这个原因 市民反对了 以后市政府的话 这个市议院的话 逼着要告进去 但是所有的官司 到了这个Carter的手上 全都被撤回来 因为Carter的原因很简单 紧急时代 紧急措施 很简单 你这些酒店 李先生知道的 你因为你能不能说 你是同性恋 我不租给你吗 不行 你不能够因为你是黑人 我不租给你吗 不行 你因为你是 这个 付不出钱来 你可以不租给他 但是你不能够 因为他是相残人士 这些人65岁 相残的 他并不是说 不付钱给你 而是州政府帮你 不付钱给你 那你志愿去 相业进行的话 这些都是客人 你凭什么理由 拒绝这些客人呢 你有什么理由说 你这个酒店 不能租给他呢 这种的话 种族歧视的行为 你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Carter已经讲得很明白 你任何事情 你叫官司告 都送到我这边来 所以说所有的官司 现在都是集中在 David Carter手上 所以市政府一告进去 以后马上移到 联邦的法团里面去 你要知道的话 6月19号 全加州进行了戒严了 以后居家禁令开始 3月对不起 3月这个20号 Carter法官请了罗汉基的市长 罗汉基的县长 罗汉基的检察长 警察局局长 全部请到他的法庭上面去 以后他必须逼着所有的人出来 表态 你怎么解决罗汉基地区 现在有6万多的游民问题 以后那时候大家就紧张 是这个Barbara Friar 所有的人都被请到去了 你不请不行 为什么 这个是全票 所以他客气是请 以后不客气 就是法律程序里边的话 你是被Sepina到了 以后法官已经命令 你到我这边来 所以每一个民选官员 在county level都要表态 拿出方案来 以后我们加州 已经是给了钱很多游民 但是的话 见不了游民的安处的地方 在两年以前 Tempo City 由一家华池的旅馆 要改做游民中心 马上的话 大家出来反对 市政Tempo City也反对 后来县政府back off了 以后将这个计划取消掉了 以后现在的话 终于有一个地方 以后可以拿到的 已经建立起来的 就是在沙漠地带 但是游民不愿意去 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计划 Carter的话特别命令 你又给我这个方案来 所以这个方案 还是迫不得已的方案 但是为了为什么 现在州政府花钱 租下了15,000个床位 但是只有一半的床位 他用出去了 租出去了 另外一半床位的话没有用 不是说人不够 而是不是说游民 游民选择加州有15万人 以后他现在加州政府拿出了 大概1万5的床位 只够 只够10%的人 但是真的住进去只有5%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所有这些计划里边 住的旅馆 他要配套措施 他要有社工 要有护士 要有这个警卫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不管哪个酒店 如果是有这个room key 这后的话 其实我自己刚开始听到的话 也是觉得奇怪的 怎么 因为我的办公室附近 就有个Motel 6 然后这个Motel 6 Rosemead 60号高速公路旁边 然后后来也是很多人去反对 后来我了解一下之后 我也知道州政府是迫不得已的 并且的话你反对没有效 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Emergency Order Emergency Order的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所有的法规州长说了算 以后法官的话就是说 我叫你州长这样子做 以后你不管是市政府怎么反弹 市民怎么反弹 但是的话理论很简单 他这个不是这个是Motel 本来就要住人的 以后的话他你能够拒绝他 因为就算他有COVID-19好了 他就去确诊好了 法律上不允许 不允许酒店的业者 因为是病人而不让他住 这个是很 这个法规的话很明显的 这个ADA的话 不要说这个你的酒店里边的话 没有轮椅上去的地方都是罚款的 对 我相信民众的话 你不要一股热情的话 就是要他一住进来就这样子 当然秉信兄刚刚才提到的话 就是房价会跌 但是房价的跌里边的话 现在最重要一点的话 他们大部分都是旅馆 他们是计划住一段时间的 我现在比较担心一点的话 是Romkey计划它是有效期 它一般的话目前签约的47个Motel 6 还有很多这些酒店里边的话 它是签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会怎么样 这个是很紧的 现在的话 Newson已经是尝到的甜头了 法官站在他那边去 他现在已经向州议会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说我们将这些酒店的话买下来 我们州政府买下来安置游民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个部分我就会反对了 为什么的话 我酒店做生意 这些人住一段时间 我们居民可以容忍 你有警卫大家都可以的 但是一旦只住进来的话 你这个zoning的话 就是从乡业区变成住宅区了 那你就要经过听证会 民众有反对的声音 所以这个部分 但是的话最重要一点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市政府 就算你现在通知 还在提早通知 像Laguna Hill这个城市 以后他们州政府通知他 我们现在要跟你合作 以后市政府反对 但是的话已经签了约 Motel 6的约 已经是签了约 因为市政府来告到法院里面去 后来法官的话 将市政府的律师骂了一通 所以你再提这样东西 我就罚你这些律师了 以上就是本期聚焦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